OK 兄弟们大家好 我打炮 今天给兄弟们解说的是我们星期四的一个近回单交赛 几天没有看近回单交赛了 近回单交赛据粉丝爆料 这边的话又出了一个第一大团官府 这个人的话名字也是没有见过 名字叫做带头 好吧 带头大哥 这边的话也是直接一天 对吧 星期三的近回单交赛 一天冲到了我们天元祖别的一个1500分 对面的话 斯巴利的话也是1500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团官府的话 有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套路 对面斯巴利的话就不需要我多过介绍了 好吧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的话破碎打对面的话 好像打不太动 但是我们来仔细来看一下 这个大团官府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套路 出了一个影功 凝制 凝制的话想保证自己的一个物理医术 可能是怕没有马之后的话没有速度 凝制一下对面的一个凌波神 对面凌波神起鬼眼反手来了一把飞机 我们来看一下大团官府这个看性怎么样 飞宝宝也比较痛啊 宝宝有神 大团官府看性还可以啊 飞机飞了2000点血 那这个大团官府三还这么低啊 三还这么低怎么赢比赛呢 横扫千军亲宝宝 横扫千军亲宝宝 连破三嫂 三嫂连破金脉 三嫂连破金脉 我觉得大团官府是个门牌 你如果说横扫千军亲宝宝的话 你你现在打这种 对吧 斯巴利啊 斯托领啊 法系啊 这种取秒门牌的话 好像不太好打吧 我这边的话还出了一个乌龟 乌龟的话是一个闪 闪现的宝宝 对吧 闪现出了一个乌龟 后面出了一个电魂伞 对吧 对面的话没怪你错毛病 直接换了一把顺法 乌龟是个 这个乌龟比神马速度还快啊 这什么龟啊 杰尼龟啊 破学关公亲宝宝 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这个大团官府 有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套路啊 宝宝没有神 两边的话对面尼波城没有吃过药啊 对面 没有吃过药 宝宝的话还是比较多 关战犯的话 药品消耗的比较大一些 这边的话换了一个顺法 泪腰 这个顺法的话 没有一致 没有高级劲爆 也是一把拉 一把拉 这也不行啊 兄弟们 哦 巨剑 有巨剑就用 砰 巨剑斩人 我还以为他要用巨剑斩宝宝呢 巨剑直接斩对面尼波城 哦巨剑配合顺法 这个血线还可以啊 雷击 雷击没有晕住 那对面可以给尼波城补药 尼波城应该会出宝宝吧 红少千金 他主要这种 赖大弹的话 他伤害就不会特别高 你懂吧 他伤害高的话 人物就站不住我 所以说 大弹官府这个门牌的话 跟那个 我觉得 打环弓单挑还可以啊 我觉得 打这个比赛的话 说句心理话 跟农弓差不多 狗都不够完 真的 我觉得1500分的话 也证明不了 自己 哥哥那么说一下 你700万的大弹官府号 我跟你说 你像四叔那种啊 1000多万的号 说句心理话 打这个剑惠 单挑下打100多万的号 都困难 真的 因为 他亲宝宝的这个能力啊 大弹官府这个定位 定位 孟幻西欧给大弹官府 这个定位的话 就是定位成一个 怎么样的一个角色呢 定位成那种突破手 就是以点带面 不是一个以面带点 你像宁波城啊 花果山啊 石头岭啊 都是可以打面山 来带动你的 就先飞机 再点人 大弹官府 只能对吧 先点人 对吧 再配合地厅啊 法系来飞机 所以说本身就不是一个 打单挑的门派啊 OK 比赛十次回合 OK 这边出了一个 呃 凌刃的影弓 出来一个凌刃的影弓啊 就不要看着这个宝宝是吸血鬼啊 其实先回单挑赛的话 只要宝宝配置够细节 对吧 其实宝宝 只要配得够细 就是没有那么多 就是花招 就一定得说你的宝宝是童子 关键是宝宝 过细节 对吧 就对面出什么宝宝 你这边有 应对的宝宝 什么高鬼官 你这边有高区啊 我感觉 比赛打到十六回合 感觉 十八地什么 有点扛不住呢 兄弟们 迎刃影弓 轻一下 二千四 二千三 这宝宝的话也很猛啊 对面还有两个宝宝 关键帆的话没有宝宝了 这宝宝的话也不给自己 顶要啊 就剑 十六回合 一有剑就斩 对面出宝宝 出来个顺法 关键帆的宝宝 感觉也扛不住顺法 任务也扛不住顺法 OK OK 对面还有一个宝宝 应该没有出过孩子吧 有孩子 那对面只有一个宝宝就消攻了 关键帆的话 还有三个宝宝 破血完攻 一刀神诱 一点刀神诱 那这一把 这个神诱是神的 有一点点卑鄙啊 这宝宝 这宝宝神的 好像是有一点点卑鄙啊 没有神的话 十八地这一把的话 我跟你说 他这个顺法没有神 等于说他这个影弓 还有一回合出手的机会啊 这边出了个瞬机 他这个顺法神的比较关键啊 你看 这顺法神一回合 这三海猛的压屁 好吧 下期比赛我们再见